关于双鱼配事件 还有一种说法说 彭教授他们在罗布泊找到了古楼兰国遗址 并且率队进入其中进行考察 遭遇了不可理解事件 事发之后 罗布泊附近牧民报告 在考古队进入古城遗址之后不久 天气突然发生异常 出现了沙尘暴 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考察队伍在遗址当中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找到了一个基本保存完整的 史前工程设施遗址 里面有大量的设备 其中大部分都是失效的 或者说大部分设备都不知道如何使用 只有个别设备的功能被甄别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双鱼玉配 而双鱼配名称的由来 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外形 而是科学家在研究玉配的时候 无意之间启动了它的功能 复制出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鱼 彭家木他们极为震惊 为了验证这两条鱼之间的关系 科学家在一条鱼的一侧做了一个标记 但是同时 另外一条鱼的相反一侧 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记 而且在同一时间 这两条鱼的动作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这个传说是符合量子力学原理的 经过纠缠的两个例子 在分隔开 无论相隔多远 信息都是绝对同步 而动作却是完全相反 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 科学家就发现另外一个奇妙的现象 就是给原本的那条鱼注射毒药 复制出的镜像体会同时死亡 但是如果给复制出来的镜像体注射毒药 原本的那条鱼却不会死亡 所以他们后来把这个事件 命名为双鱼玉佩事件 而它的含义是来源于 一经阴阳双鱼概念 叫阴阳同体 一体两面 时有而须存 时无而须无 而彭教授之所以会失踪 是因为他发现 考察队伍当中许多人 都已经成为了镜像人 原本的队员已经不知所踪 镜像人身上包括心脏在内的 所有生理器官 他的位置和正常人都是相反的 就连他们的思想也完全相反 所以彭教授惊慌之下 独自疏走 遭遇不测 请点击关注 收听下集 我们继续解析